一物降一物 如水点豆腐 小编昨天刚介绍了58岁的倪夏莲 战胜了中国一线选手王毅 并且进入了新梅斯托站女单的决赛 不过她还是没能再进一步 不敌中国女拼准一线选手陈伟山 获得了亚军 即使这样她仍然创造WTT 一项传奇记录 58岁的高龄进入决赛 我想 在许多年之后都不会有人打破这项神奇的记录 所以我们必须要向倪夏莲阿姨致敬 下面还是让我们一起看 陈伟山和倪夏莲这场精彩的对决吧 也许是受到王毅迪和倪夏莲那场比赛的影响 陈伟山对倪夏莲阿姨的球路和特点做了充分的研究 她在比赛开始后 的确比王毅迪做的要好一些 不过理论归理论 还是需要运动员在场上实际去感受的 从第一局的比赛 我们也看到陈伟山 也是需要适应倪夏莲这种慢节奏的打法 虽然她开局取得了3比1和4比2的领先 不过很快被倪夏莲追上 两人一直战斗到时平之后 倪夏莲通过发球抢攻 和陈伟山正手回球出界 先下一程 好在陈伟山适应的足够快 第二局比赛 她就不再惧怕倪夏莲这种靠节奏打球的特点 加上自己独特的下坎式发球 让倪夏莲苦不堪言 被动的回球 让移动速度不占优势的她 很快就2比11大比分输掉了比赛 双方又回到同一起跑线 打扫下来 抱一眼 lements 花绿 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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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局比赛 陈伟山的下坎式发球 给倪夏连造成极大的不适应 回球质量低下 让陈伟山多次打出了主动进攻 加上58岁的倪夏连没有跑动能力 很快他就5比11再输一局 接下来的第四局比赛 陈伟山继续8比3大比分领先 没有认输的倪夏连 还是通过加强主动进攻连得4分 将比分追到7比8 不过之后的比赛 老阿姨还是有点操之过急 多次主动侧身进攻都出界了 他遗憾的7比11再输一局 下坎工作室 加坎工作室 上内敔ị 上内敔 viaje 。 上内敔 上内敔 张捚 鸡蛋 随着倪夏连接发球进攻出界 他输掉了第四局的比赛 一比三落后的他已经胜算不大了 由于年纪过大 越到后面的比赛对他体力要求越高 第五局的比赛陈伟山开局3比0 5比1领先 虽然倪夏连顽强将比分追到4比5 稳住情绪的陈伟山依靠灵活的跑动 和出色的正手进攻 再次将比分拉开 并且10比7拿到了三个冠军点 四位比赛 二位比赛 三 junior tam解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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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d 随着倪夏莲揭发球帽高被陈伟山一手干净的进攻得分 他4比1战胜了倪夏莲 把女单和女双两项冠军收入囊中 也成为新梅斯拖战的最大赢家 虽然倪夏莲没有继续创造最大年龄夺冠的记录 不过他能进入决赛 还是留给后人难以超越的记录 所以他还是值得我们掌声的